一群青少年为了炫技 他们组成了Kell Golan教练团 在新北泰山的马路上 来挑战各种危险动作 不但有Kell Golan的动作 还模仿电影《恶灵战警》 在安全帽上面插上了火焰 结果过程当中 有人不小心自摔 还差点烧到自己 也因为自己po网炫耀 遭到警方给锁定 现在不但要对他们开罚 还会将他们依照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侦办 打赤裸头顶安全帽上 还插火焰 Kell Golan原地转圈 上演特技秀 大家轮番上阵比花招 甩尾打滑不小心自摔 安全帽掉落 火焰还差点烧到自己 十几名青少年组成教练团 每个人分别上阵Kell Golan 千轮离地 180度直立 甚至危险驾驶 还没戴安全帽 帅哦 相信 简直像是上演 恶灵战警 接着又搏命挑战 玩命关头 四轮轿车 油门狂催 在街道甩尾 差点自撞 晚上都很 有很多年轻人 较像工地 都是我们工地的车车车 事发在新北泰山捷运公园附近 地上还有一圈圈 刹车痕迹 其实这里是重划区 道路根本还没开放 平时只有施工车辆进出 25号深夜十点多 这群年轻人 趁人烟稀少 相约练车 还嚣张从警局门前经过拍影片洗脑 当街危险驾驶 警方锁定一辆汽车及四台机车将依法送办 原本一群人相约 下次还要去大溪练车 这下教练团恐怕只能原地解散下课了 记者 杜士奎 新北苍报道